好,那麼剛剛同學有幾個問題,我就這邊先回答,剛剛有提到那個範本版權嘛 就是原則上,只要是他公開的啦,應該是 版權上是比較沒有太大問題,當然 你要謹證就是再看一下 好,再確認一下 那麼 剛剛甲上的這個怎麼連續播放,因為平常 都只會播放第一個PPT 這個 應該也不算PPT嘛 沒有錯啦,他現在是只能一次播放一個 有沒有,停跟這裡 預覽 那如果你想要就是 一次播放的話,我記得現在應該 以目前他現在上面這個應該是不行 就變成你是做好之後再預覽,因為他現在是一頁一頁載進來 只是播放的順序是由上而下 當然我想 你要調整順序,這個應該不用我教你也會對不對 就是調整那個 簡報的順序啊 是不是這樣調整一下就好了 好 所以 以目前來講,因為他現在這一塊 他做的比較像是我們 就像剛剛同學提的PPT那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用簡報做 影片事實上也是 蠻好的方式啊 因為要調整還蠻方便的 好 這個是 簡單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請教練